有沒有聽過音次 沒有 好我先問一下 以前國中就一開始學化 理化的時候一定有聽過所謂物理量之類的 請問一下要正確的描述一個物理量 好你要 包含哪一些 去說來我請問一下你的身高多少 身高不會是秘密吧 然後每次要問體重 體重大家說秘密來聽一下身高多少 169 169.2 169.2如果沒有公分 那我怎麼知道你是169公尺還是169耐尺 是不是 沒有單位沒有意義 沒有單位沒有意義 所以來第一個 因為它不難 它裡面有一些重要性我稍後再跟大家講 我們先把這邊前面比較基本的東西畫一畫 來 所有的物理量它都必須包含 數值跟單位 那你不講單位 這個東西完全沒有意義 好但是像剛剛講 長度的單位有奈米有公分有公尺 甚至課本講的什麼天文單位這也是 好我問你們光年是時間還是長度的單位 也是長度 那麼那麼多長度單位 甚至比如說以前他講什麼 什麼一步 不能講一步之遙 一步沒有什麼之遙 一劍之遙 有這種形容嗎 兩劍之地 有這種形容 有 好 這些其實 其實都是在形容距離 形容什麼 長度 注意一下 有時候我們如果不去管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些東西 第二個 公尺 毫米 奈米 天文單位等等都是長度的單位 我們說他們具有相 相同的因刺 一樣的dimension 相同的因刺 上學期我也幫大家複習了 一開學的時候 高奧一開始上就跟大家講了 物理量分成所謂的基本量跟導出量 同學記不記得請問一下SI字裡面有幾個基本物理量 7個 在SI字裡面 有7個基本物理量 我現在已經不講了 請大家回去複習 好 那麼在 其實對我們來講高二裡面全部都是力學運動學 力學運動學的話其實7個裡面 只用到3個 長度 質量 還有 時間 這三個的因刺的表示法 你不用管它是什麼單位 只要長度我們就說他因刺就是L 長度的因刺就是L 那個L是你這個很好記就是記他的英文 Lens Lens 好 質量是Moth所以是M 時間是Time所以是T 是T 好 那個 其實那個 漢林這個課本把它加中刮虎 有時候我們 不用加中刮虎 中刮虎其實是這樣講 我跟你講一下 譬如說這叫速度對不對 那我如果要寫速度的因刺其實是在這邊加 當你看到一個物理量然後下面加中刮虎 他是在高原座來請問他這速度的因刺是多少 那這速度的因刺 比較簡單來請問一下速度是什麼 距離除以 時間對不對距離的話是什麼 L 對不對然後時間是T 要除以T 那我們這邊的習慣都用 Inverse 這樣表示 那 漢林這邊是建議你寫成L這樣子 然後T 其實都 可以 你可能看有一些書其實是不需要加 中刮虎主要是加在物理量的這邊 就是左邊這裡 好 來這個 那如果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問你 加速度的因刺 來當然就等於什麼 我跟你講除了你看剛剛你速度很容易可以想是距離除以時間 那很多時候你也可以從你熟悉如果你知道他單位你也知道 加速度的單位是 公尺 秒平方 公尺秒平方所以公尺是什麼 L 這個M很討厭 這個M常常有時候不小心就會以為是那個質量不是他是長度對不對 所以那個MOS跟那個METER有時候要分清楚一下 所以來他是L然後T 負2 他是L T負2 那個 因刺在某一個層面來講對你們來講有一點類似 單位 但是 有時候你對單位不太熟悉的話你就是 全部不用管他你就把它視為在因刺去處理 我們等一下就會舉例讓你知道 因刺到底有什麼好用 好我們現在先請同學直接看 那個 右邊的下面的表格 來我們現在先來討論各式各樣 來物理量的因刺 長度沒問題就是L M沒問題時間速度加速度來剛剛都講過 好比較特別的是角速度 來同學記得嗎角速率Omega等於什麼 定義 DELTA DELTA SETA 除以 DELTA T 昨天才複習到請問一下角度的單位是什麼 弧度 對弧度其實是 是不是單位 不是 沒有單位 沒有因刺 所以比較特別的是角速度這個SETA 弧度裡面來這邊沒有因刺 所以他其實就是直接秒分之一 也就是他其實是T-1就好了 來這個角速率比較特別 好除了角度 就是這個位 那個角位SETA沒有因刺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我不太清楚你們以前有沒有正式的定義過 請問一下你們有聽過比重嗎 你知道什麼是比重 比重的單位是什麼 誰的比重多少 1 單位呢 他有沒有單位 水的密度來比重跟密度一不一樣 水的密度是 1什麼 同學告訴我來水密度是什麼 1什麼 1然後刻什麼 立方公分是不是 來測試的密度那請問一下比重呢 同學剛說也是1 他有沒有單位 他為什麼沒有單位 他的定義是 注意聽了 同體積的 這個物體跟水 同體積的 重量 比 他竟然是重量比 什麼單位 沒有 沒有 這個課本是在剛剛那頁 剛剛那個左邊那邊的下面有寫 我剛剛有點跳過去了 來這邊 這裡面有兩個沒有音次沒有單位沒有音次一個是弧度 弧度昨天有講因為他是弧長半徑的比值所以沒有單位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比重 比重也是 他就說同體積的和同體積的水比的時候 他的質量或重量的比值所以他也沒有弧度和比重沒有音次 那其他幾個 再回到剛剛那個表 其他幾個就是常用的 那我們來熟悉一下 譬如說F 那課本就是把這單位寫出來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不要這樣看 來大家介紹F 我們從F等於什麼 來哈囉來F 來如果找他的音次的話F等於什麼 M A 是不是 最簡單是這樣 所以他的音次 必須等於M 乘以A的音次 音次一樣可以做乘除 好所以現在應該知道來M的單位 所以M的音次是什麼 M就是什麼 大M 是不是 A的話是什麼 來剛加速度 L T 負 2 是不是 來就是L T負 好所以這邊 來這就是粒 粒粒 好寫出來粒之後來粒 粒的音次就會簡單了來因為粒粒等於什麼 對來就是R 再乘以F對不對 這時候你不用去管什麼有沒有垂直因為這跟這個在計算音次完全無關 那也就是F的音次再多乘以一個什麼就好了 L 所以他就 mL平方T負2 你要先學會 弄每個音次我等一下再跟你講來音次有什麼好用的地方 好所以來粒粒也OK 好課本這邊接下來講幾個是大家沒有學過的但是沒有關係我們來看看一下來同學告訴我來公 公等於什麼 以前有學過是粒再乘以什麼 位移 是不是 好粒乘以位移來位移的音次是什麼 位移的音次不就長度嗎 所以來他也是mL平方再乘以什麼 T負2 這邊是音次裡面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粒矩跟公的音次竟然一樣但他們意義不同 其實大部分時候是 音次一樣他就會有 類似的意義 他就會有一些物理意義是一樣 但這邊 來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粒矩本身是被定義出來的 他是因為我們需要去做計算他們意義上面不一樣 好 我再跳一個動能給大家看 來有沒有同學記得動能的公式是什麼 2分之1什麼 mv平方 好注意 這種常數項 2分之1 3什麼2拍之類的那個沒有音次 好所以他音次很簡單 m就是大 v呢 L除以 T 是不是 可是要記得平方 我剛剛講音次也可以那個乘儲 所以他是L平方 T什麼 負2 好 這邊 就發現 功和動能的音次 功和動能的音次 一樣 功和動能的音次一樣 其實我們就知道 有功才能夠 就是 有功的話是不是才可以 對不起 要反過來有能量才可以怎樣 做功 那做了功就會有能量的怎樣 降加進 這以後我們就會再提到 所以來這邊 功還有動能也討論了 同學記得功率嗎 功率是T 等於什麼 功 除以 時間 所以你就一步一步的就是現在學會了 你至少要先對他那個物理量的定義知道 那你才有辦法寫出他的音次 這是我們現在在學怎麼寫音次 真正音次的用法不是這樣 這是我們現在 已經知道一些物理意義的 所以去寫他的音次 好來這邊的話 那就是把剛剛那邊再處理時間 來功的這邊再處理時間 所以是mL平方T-3 好 好了嗎 所以我來跟你講 到底這個音次 我們要學了半天 你第一節步你已經要會寫他了 他的好處就是你不用管這個長度到底要用哪個單位 完全不用就是長度的音次就好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上面 這種方式 在我們的物理上面叫音次分析 好他大概有兩個 一個可以用來分析物理量的一些彼此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可以用來檢查方程式是否合理 好譬如說 譬如說 他課本舉了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在等加速度運動公式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S分2分1AT平方 注意一下 等候兩邊的音次一定要怎樣 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 S的音次是 L 對很好 這邊加上音次的話就是L 右邊的話 剛剛講1分2沒有音次 有同學記得嗎 A的音次是什麼 L T 負2 好再乘以一個T平方 所以來這也是什麼 L 所以這樣就是至少可以檢查一下 因為這例子太簡單你可能完全無感 我等一下再舉別例子給你看 因為我想先把課本內容結束 好 那課本的第二個例子 就是在算公 來算公 來在這邊 來公的話剛算出來 來這邊公的話是這樣子 然後來算出來動能是這樣子 所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公和動能具有相同音次 所以基本上他們公跟動能可以互相轉換 公和動能可以互相轉換 這是我們之前講的 好 那課本 內容到這邊 我來做一兩個東西讓你知道他到底有什麼利害 來好了嗎 好 請問一下有沒有同學 我講這個就等於在順便幫你複習 來有沒有人記得剪邪運動 SHM 來如果受力F等於-KX 來請問一下他的周期公式是什麼 2π很好 然後呢 根號 K分之m還是m分之k 好 不太記得對不對 不太記得對不對 好來 這時候 但是那個2π還有根號有點印象 是吧 但是m分之k還是k分之m是不太確定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教你 第一個 用來幫助你背公式 好來我檢查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取他的他的音次 T的音次是周期就是 是不是T 好 那這邊的音次2π是常數就沒有所謂音次 好來請問一下根號 來這邊 來K除以m 根號 來 中瓜虎就是他的音次 好來請問一下那個 K的話是什麼 同學可以不告訴我 K要從哪邊來 我寫在上面了 F除以什麼 X 那負號可以不用寫嘛是不是 好然後再除以m 好那個根號我們就把它變成2分之1 請問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 那F我還是不熟 F可以寫什麼 不用急著寫音次來 F的話用公式來想F等於什麼 m F等於m 不不不不 我說就從公式來F等於什麼 ma 是不是 好然後再除以m 把那個X移到分母來 好這樣省掉一點事情 好寫到這邊然後再開始來寫音次 A的音次是什麼 L T然後怎樣 負 2 是不是 好再來X X是什麼 L然後再分母所以是什麼 負1 負1然後再開根號 應該有人看到結論 這兩個 消掉 L負2 A的 T負2在開根號所以是什麼 T負1 謝謝 導入 K ist K 我的 T負2在開根號所以是什麼 但是我现在举例子 都还是你已知的 请问一下有人记得小角度的单白 周期的他周期是什么吗 二拍根号什么 聚分之L 我来问一下有人记得这四个怎么来的吗 完了真的是 不要趴着了 求一下 我没有要你推 你记得他从哪边来的 从什么 从上面是不是来的 为什么要强调他是小角度 小角度近视 剪斜运动 然后设法找出他的F和X的关系 然后去推挡 我要跟你讲 这个其实很难 很难 那你们记不记得 这个单白的等时性是谁最早发现的 我们有讲过啊 等时性是谁发现的 对啊 在教堂看着那个调中摆了 不就是切地略吗 可是 你当时只是发现他具有等质性 可是你最后可以得到这个公式 我跟你讲这个中间是很困难的 你要先确认 这个小角度的运动是一个剪斜运动 然后知道他是剪斜运动之后再去推挡 但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剪斜运动 我跟你讲我可以拆 拆出来他大概长这个样子 二拍是没有办法拆 因为阴次分析里面不含常数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单摆 对不起 一个单摆在摆来摆去的时候 你觉得 我们用拆的 你觉得 这里面有摆常有质量等等 你觉得可能会影响他周期的有哪些物理量 拆嘛 就先拆 因为就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 一个东西在这边而已 晃来晃去 你觉得什么会影响 摆常可能会影响 再来呢 质量可能会影响 还有没有 好大家觉得角度 这个角度在这边也是困难的 在这边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大家知道角度有没有阴次 没有阴次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处理他 那 再来还有一个 之所以会摆是因为什么 重力 对不对 那重力的话 其实是跟m有关 另外一个是跟什么 重力加速度 是不是 所以我在合理的猜测 那其他没有什么变因的嘛 所以我合理的猜测 他跟这三个有关 所以来你看 我们就来猜 我说我今天我连他是简弦运动都不知道 我可以猜出来什么 我就猜 他的周期可能跟m有关 可能跟l有关 可能跟g有关 但他们的关系分别是x次方 y次方 z次方 你学一下怎么弄 OK吗 好再来 所以我们就来研究 来把他整个中瓜糊起来 来看他的音次 好来 现在左边的音次是什么 就没问题 t 就是周期的音质是不是t 右边这边 m是什么 m就是m l就是l g呢 加速度 加速度 是什么 l t -2 再什么 是不是g次方 好 他等于m的 x次方 注意 在这边只是沉密的计算而已 好 l应该几次方 我需要 我需要 这边有个y y加z hello 是y加z 好来 这边沉密的计算自己看一下 来这边是y加z t呢 -2 z 我再让你知道 这个 那个音次 在物理学家里面 他们用的 当我今天譬如说 我现在活在17世纪18世纪 我还不知道这单板是一个简洁运动的时候 我很想要猜它跟什么有关 我会这样来猜猜看 我当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在比较高深的物理也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在中学你比较无法感受到 但是到高深物理有时候真的会去用到这样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接下来就是比较系数 对不对 那左边没有m 所以x当然必须等于0 左边没有l 所以y加z也要等于0 哈啰了解我意思吧 好然后再来最后一个-2z等于什么 -2z等于1 答案就出来了 z就是-1 x是0 来同学告诉我那y要多少 2分之1 你看看答案出来了没有 刚刚跟你讲 它是and zn的 以后一个把整一定整理的 x次方 累秀 来 这边就是根号 来 什么 L 所以G 你看我什么都不知道 连它是减血运动都不知道 我可以猜出来它大概是这个样子 有些同学对于那个二拍很执着 老师那我不知道那个精确答案这样子 那这样子哪有什么意义 你们可能不知道 到物理很深或者说能量很高很高的时候 其实那个什么一倍两倍对我来讲 意义不是那么大 我问你一下你觉得6乘10的23次方 跟8乘10的23次方差多不多 6乘10的23次方跟8乘10的23次方差多不多 很多耶差2乘10的23 可是我跟你讲对物理学家来讲 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10的24次方 知道吗 这边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有些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常数项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是它的一些意义 我举一个例子让你知道一下它到底 重要是在什么地方 以前我当助教之后 那时候那个我们大学联考是7月1号 2号到3号 这已经很多年了 你们现在还是一样 那7月4号全国的考卷就要送到台北来讲 飞卷 那7月4号我们那时候当助教就要去 我们要先做什么事 卷子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点卷 要先点到研究院 好 然后之后 我说我们7月4号 那整天点 整天点卷子 然后点点点 我点到这个手真的是会麻掉 我说这手都 他就一直点一份50分一份50分 然后一天要点三万份这样子 他说很希望有那种类似点超机 那种点卷机 就是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7月5号早上 所有要改卷的教授就完了 来说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讨论 讨论说 这个答案要给多少分还怎样 那我印象中很深的是 有一年有一个题目 我已经忘记它是怎样 他大概最后答案 因为那时候还有所谓填充品 答案大概是类似是像这样 大概我是随便举例 成长这样 大家就讨论完了 怎样子 他可能什么 要给多少分 给多少分 之类的 这时候就有个教授就讲 他就说 我觉得他只要写出R分之GMN 他的音次就对了 我们就应该要给 不会给全对 我们就给部分分数 有些人就觉得差很多 就差很多 这有时候对你们来讲 开玩笑答案是这样 来我们听到考试的时候 一定是泡泡泡字就画错了 所以我们想到教授的人说 这样的话 他在内应该已经有一些对比 他没有把这数字算出来 就给他一些部分分数吧 然后大家猜猜看 这有没有给 有 就给部分分数 可是 后来教授就站起来 我无法认同 他说我无法认同 答案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这样给分 后来你就可以发现 这些教授他们之间 学的那个领域是不一样 知道吗 有些是那种学能量很高的 很高的我刚才讲 差个一倍两倍 最后来讲 根本没有什么差 所以他就觉得应该要给 但是你如果学的是那种 能量很小的 然后一点点就斤斤计孝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那边笑的 就学的是比较低能物理的时候 那个低能物理不是低能意思 其实就是他能量很小 高人物理是能量很高的 那种意思 是那个意思 就后来那个教授 背包背就不改了 就走掉了 因为他说他无法认同 他说如果有家长 还是谁要来抗议 为什么他写这样 你要给他分数 明明都错 为什么要给他分数 那你怎么去跟人家解释 我只是要跟你讲 其实在我们物理界 有时候就是以阴次来看 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分析的时候 他已经有他一些意义 当然不够精准 但他已经有些意义存在 就像刚刚 功跟动能 找出来 你如果刚开始不知道 可是你发现他 音次是一样 就代表他们有一样的意义 那我再来 我们现在再看两个范例 在200页 在刚刚左边那边 好 这两个就大家完全没学过 这是 尤其第二题更没学过 我第一题的话是高三的东西 好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这很神奇喔 神坡的坡素V 绳子的泄密度 加油不要趴着 好然后绳子张力是F 利用音次分析 下列合者可能是神坡坡素 来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来你们两个帮我拉一下 哟 像这样 来这条身子张不太好 可是大家看一下 来这样有没有产生坡 有 他其实是有坡 只是这个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好那这个我在这产生坡的时候 来这坡就是往两边成定 好这个坡 显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他们两个 大家的紧一些 或者中间 你觉得那坡素V 有了你 你想 有 那当然还有跟生子的财子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猜 你看你完全 你现在这个东西从来没学过 他就要你猜猜看 好所以我们来猜猜看 来哈啰 绳子的波数V 可能跟什么有关 来跟这个所谓的 线密度材质有关 可能跟F有关 因为他先跟你讲合理这样猜 好那我就猜一个是x次方 一个是y次方 好之后我们现在来看音次 好同学告诉我 来左边音次是什么 V V的话是什么 Lt-1 好 线密度你虽然没什么概念 但是文字里面有告诉你 来它是单位长度所含的质量 所以是什么 对来大家看看 所谓单位长度所含质量 应该是等于什么 我们除以什么 μ的话等于 m再除以 是不是类似除以长度 ok吗 所以来μ的地方 来这个μ的地方 他是 mL-1 所以是 mL-1的x次方 来专心一点喔 下一题我要请同学来做 好第二个F F F刚刚讲过F等于 F等于MA对不对 F是MA 所以来应该怎么 等于什么 大MA的话是 L 这已经用好几次了 T然后呢 -2 这Y次 好所以来整理一下 M M M是什么 第一个四值 第二个四值都有M 他说M是什么 X加Y 再来呢 L -X加Y T的话是-2Y 好然后之后就比较细数 来比较细数 第一个X加Y等于 0 是吧 来-X加Y 1 再来-2Y -1 其实这题不需要到三个方程式 因为只有XY两个 但是也可以刚好可以用来检查 刚好可以用来检查 因为他不会说在这边符合那边不符合 好这个的话是1 2分之1 最后一个四值得到Y是1 2分之1 来Y是1 2分之1 所以X是-2分之1 好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 好我想有同学已经看出来了 来V等于Mu的X次方 F的Y次方 所以来请问一下等于什么东西 更号 来谁除以谁 谁除以谁 F除以Mu F除以Mu C 那至于你说老师怎么会刚好等号来他的常数项 来那常数项你可能要透过实验 如果不知道这个没有原理的话 就透过实验来找出那个常数项 比如说你就可以假设他等于 某一个常数再乘你根号F3Mu 透过实验来找那个K 如果可以理论推导的话 就至少比较有方向 好现在请同学来自己试试看第二小题 我们现在自己做 你也可以跟旁边人讨论一下 我下去看 我说明一下他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想要到深波 在金属中传播 然后金属里面很多原子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你先把它简化成很简单 一维模型 一维模型的话就是说 好这边有原子 好来有原子 来这边有原子 来这边有原子 那每个原子的质量就是M 然后距离是D 所以来他们距离是D 然后中间你可以把它假想成 因为金属之间有作用力 他这个作用力把它假想成是一个 D常数是K的 K的弹簧来连结 那用来模拟原子之间的作用力 所以如果我现在就在想 好所以他今天 当原子震荡的时候 那个声数就原子震荡 那原子震荡怎么样传递出去 很显然一定是跟这些物理量 比如说质量M 再来距离应该有关系 再来应该跟他立常数有关系 所以来这边合理的猜就是说 你可以猜V可能跟什么 M的X次方 D的Y次方 K的Z次方 就是把它所有可能的物理量都猜进去 因为刚刚没有说明 你可能搞不太清楚 透过这边再透过因次 因次应该要一样去找找看他的答案 差不多бо 지난 都莫真伽 这么下落 不后我再一次 那么这边 这么这边 ES